我自己是不是這樣感覺 因為他人不在台灣 好 我想這是翁院長你的感覺 我們尊重 但是如果就一般人來看的話 一個股票的賬戶他的資金都來自於第三方 而所有的操作也由這個第三方來操作 一般人是會界定成 這個人基本上他沒有主要的意識 他所有的資金跟操作都來自第三方的話 那他大概就是一個人頭 接下來本席要問你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當時您在新聞稿裡面有提到說 您的女兒之所以會買3000張股票 是因為家人有人得了癌症 所以要支持這樣子的一個產業 那本席要問你的是 你們從12月初認購了3000張股票 12月12號挂牌新貴 什麼時候你賣出你的第一張股票 12月 也是同年12月嗎 因為12月好像是上這個 那既然是投資的話 我可不可以請教翁院長 為什麼是投資的話 12月就認股 12月就賣出 這是投資還是投機 是投資理財 那當然有考慮到 你如果一個賬號只有一個股票 是要分散一些風險 那本席請教您 就是說12月你總共賣出多少張的股票 你應該知道因為是您經手的 你剛剛已經承認說都是由您經手的 最多是在那個時候 12月跟1月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多少張 我想那個數字你應該記得 因為那個數字是一個整數 在底之前你就賣掉了1000張的股票 那一開始您宣稱的這是一個投資 但是這就一般人的眼光來看的話 賣掉三分之一的股票在同一個月份 我想請教翁院長 當時要賣掉這1000張股票 是您個人的意思 還是營業員的意思 還是是您女兒的意思 我想都有 但是主要是我決定 那個理由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賣掉並不是說就 賣掉就是轉投資嘛 我們去買一些比較穩定 我知道但是當時你們認購這3000張的 很重要的理由是要投資 要支持台灣的生技產業 那賣掉了三分之一 跟您原來的這個想法 是不是有所衝突 另外一個 您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這1000張股票 你總共賣掉了多少錢 您當時用9300萬 來認購 3000張的股票 那您12月同月份 就賣出了1000張的股票 這1000張的股票 您總共賣出了多少錢 因為它是一筆很大的金額 我相信您應該還記得這個數字吧 這個我記不得 記不得嗎 記不得 要本期提醒你嗎 但是那個投資 投資 並不是說 就是都要放在那邊 那投資當然是有一些考量 也是風險 所以你還是要想到分散風 因為那個時候 然後我記得是三十幾塊嘛 所以 你賣掉的時候是多少錢 賣掉是超過三十幾塊 對 你記不記得大概是多少錢 所以那個 那個是投資的那個行為啦 那個當然是李專也在幫忙 那最後都要我同意就是 對 翁院長 其實本期非常希望您今天在立法院的回答 既然你選擇誠實以對 也到立法院來了 對 當時的整個原委 我希望您就不要再掩蓋一些事實 我覺得你可以講清楚 另外一件事我要解釋說 投資是因為要支持 這個我是覺得因為我人在國外 這一些中文的係數 我的原意就是在2011年 2011年那個 那個我太太的父親過世了 然後同一年不久 他姊姊也過世了 他姊姊就是乳癌過世 那我們在家庭聚會的時候 因為我女兒也回來參加這個 祖父的這一些嘛 葬禮 那就在談這個事情 那他知道我在研究 這個有關乳癌的這個疫苗的事情 所以才去談到這個 我太太的姊姊 她一直很 當時是非常希望能夠用到這個 是 我想這個歐院長 您在你的過去聲明稿提到 但是本期現在提出來的質疑就是說 當時你們說是為了支持生技產業 你們買了大買3000張股票 那大買3000張股票之後呢 12月才認股 怎麼會12月當月就賣出了三分之一的股票 就是賣出了1000張 你剛剛也說這個高達100萬股 而這個的金額本席覺得有一點巧妙之處啦 您當時認購的金額呢是9300萬 而您賣掉的這個金額呢 您回去算一下 您回去賣掉這個金額呢 就是剛剛好 可能超過9300萬 那怎麼就這麼的湊巧 就是您當時所有的成本 您大概在一個月之內 你所有股票的成本 通通都回來了 很巧妙喔 而且你賣的張數 可能就像剛剛您自己講的喔 就是這麼的剛剛好 那這當中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故事 你沒有告訴大家 您當時真的只是單純的投資嗎 還是就成如您所言 您過去在國外 你本身本來就有公司 其實也有一些的專利 那這當中有沒有涉及到 事實上您就是有技術股的部分 其實是包含在這裡面的 不純然是一個純粹的投資 那這個部分既然你今天到這邊 你要不要通通告訴大家實況 這個浩鼎沒有技術股 浩鼎完全沒有技術股 這個很清楚的 因為我們當時記載 浩鼎已經是上櫃公司上 所以他不發技術股 所以我們跟浩鼎沒有技術股 好 那所以3000張 你馬上賣掉了1000張的理由是什麼 就純粹投資理財 這跟你的投資的當時的理念 本席認為是有所衝突的 既然選擇投資 而且才在第一年而已 他才剛上新櫃 應該是要再投資長一點 急著就賣出了1000張股票 本席覺得這當中 是不是還有什麼故事 可能沒有外界不太知道 我希望翁院長你再想一想 如果可以的話 再告訴大家更多實際的一個情況 本席的諮詢到這邊謝謝 好 沒關係 謝謝 謝謝王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請江啟成委員諮詢 江啟成委員 江啟成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呂玉玲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我們請翁董事長 好 翁院長 翁院長 好 翁院長 你是在我們學術界 有最崇高的地位 我對你也很欽佩 不敢當 所以你的翁啟會 這三個字啊 讓很多人都受用無窮 那尤其是浩鼎喔 本席想請教 浩鼎他這個解盲 他是 是針對他你研究的新藥做解盲 是不是 不是 那個不是我的東西 所以他是用舊的藥 在做解盲的說明 他是從別地方季長來的一個疫苗 所以這個解盲喔 一般對於新藥的研究說明的話 應該是要用個數 個人的數量 作為這個實驗的結果嘛 不能用時間做這個實驗的結果 對不對 這委員我聽不太了解 因為我們針對這個藥 OBI這個822這個測試的 這個解盲的這個藥 浩鼎在解盲 是用舊藥在做解盲 可是我們所有的鄉親 都